这边就非常尴尬 但是这个点对我来说是非常好发力的 一般人正常接手 比如当你向我随意进攻过来的时候 随意打随意打 他都是正面的去接 这是一般人 八卦掌子刚好是相反 八卦掌上用反面 比如说当你在随意进攻的时候 他是一个反面接 反面接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以为我的力学结构被你封死了 实际上通过反面 他是把你的力量 在你的力量尽头的时候 他给你转换了一个角度 这个时候 你的所有的力点 都赚到了一个对我比较有力的位置 这样你反而不好使劲了 如果你用跟节发力 我就把你扒了一边去 烧节你是用不出力的 所以说这个非常尴尬 但是这个点对我来说是非常好发力的 八卦掌的所有的思维 与其他的武术都是相反的 比如说再向我攻击的时候 你看 它是一个反转 反手接手 然后这也是反手接手 砍出去 可以用拿法 也可以用打法 甚至还可以用摔法 然后加上身体都可以用 另外 反向这种接手 它的优势非常大 不光是手上的优势 还有身法的优势 比如说在向我随意攻击的时候 从这过来 你看反手了 反手接 是不是挤过来了 这个时候后心这一肘 对方是防不住的 然后比如你想逃跑也好 再想防御也好 再来 从这还是一个反手接 只要是反手 就能压制对方 然后反手的话 如果你正手防御的话 我再用反手 你看 通过旋转 你自己就把自己这个角度 拿这个辨论的角度 等下再一个反手 你看 拿法自然成 然后我的手 这还是反手 然后一般都会反抗 对吧 比如一般都会防御 我这只手 没关系 这只手给对方防御 我从别的地走 从这走 上手去诱惑对方反应 这块 瞎家伙 等于永远调动人的意识 从上调到下 从左调到右 从正面调到反面 永远让对方 处于一个比较别扭的角度 再来聊聊这个 汤尼布跟片群掌 想怎么结合 一起怎么应用 比如你任意向我攻击 我通过步法 你看 从这边 这是欺骗了一下 对方这个反应 然后对方瞬间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对方防御也不是 不防御也不是 那么我通过这个 合加 合击 让对方上边这个防御结构 破坏了对方的力点 让对方防御结构 不能产生作用力 然后我就可以随便去进攻别人 比如有几种情况 当你随意进攻的时候 再随意进攻 过来 这是萧长 过来了 骗人掌 然后结合的汤尼布 只要往前走半步 不是手在打 而是身体跟步法 这一下至少是自己体重的劲 我可以随意进攻击 然后是什么 我可以随意进攻击 我可以随意进攻击 好 那么 我可以随意进攻击